喜欢军标的朋友可以考虑这一款 Citizen Ecodrive的一个军标款的手标 你见到它是很传统的 它不是用拉图带 但它都会用了一个草绿色的厚身尼龙的标带 它表面是厚身尼龙的标带 但它底层这个底里都会是一个真皮皮革 它会享受这些位置会有柔软舒服的感觉 还有这款它用了一个很传统的军标的设计 无论是黑色的标盆 白色一个十二个很清晰的阿拉伯字的显示 还有它也会有升旗日曆显示 它这些都是很传统的军标会有的元素 而它这只会是黑度上这些全部都会是夜光 所以刚才我讲白色的时候我都很犹豫 是否应该讲白色 夜光的一些阿拉伯字 非常实用的款式 军标要有的元素它都有了 它内圈还会有一个指南针的功能 你都可以当它是一个方向盘去使用 不过这个我要搜一搜资料 看看有没有些细节的东西 它也会是一个100米的防水 看到它这个指针会特别做了一个 组红色啡红色的颜色 其实主要是和它这个 设计时的刻度和秒针会做同一个颜色的色彩 它就可以容易分辨到你要计时的时候 这款的尺寸是42mm 它脱位就是48.2mm 厚度就不是很厚的 只有10mm左右 10.8mm 它这个标扣都会做一个拉丝 比较厚的标扣 面层就是拉丝 旁边就会做一些抛光 其实整个是军味很浓的 很基本的军味浓的手标 等我一会儿 有些特别信息 等我一会儿 OK 上手效果就是这样的 很传统军标的 它不会很大 当然它也未去到38-39的那种小 我觉得是如果喜欢军标的朋友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很贵的 因为是1780公价 有没有 1780公价而已 所以你这款实际入手价 不贵的 是1000元鬆一点的那些位置 这个我觉得是挺划算的 因为它这个尼龙带 尼龙趁小牛皮的标带 这条带其实我觉得挺有型 挺舒服的 推荐给大家